我前天聽小生說 很多香港的KO在那裡 沒有經過 沒做功課 就是誣那個法官去了英國的法官 老實說 今時今日中共 或者香港的那幫壞人 對付我們香港的泛民 各種這樣的屈法 比起我們屈 比起我們屈那些建制派 就是狗牛一毛 狗牛一毛 我發表我的意見 就是說在這個這樣的時代 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不可以用傳統的辦法來對付中共 它的手段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還是證人君子 什麼都是按照法律來對付中共的話 我們就是輸成國 我真的要講清楚 為什麼我要參加紅盤他們呢? 這些不是傳統的辦法 傳統我當然不用了 為什麼要參加? 我什麼都不用參加 我天天在馬會都不知道多過癮 但是為什麼要參加? 為了要參加維持自由 為了爭取自由 為了對付中共 你不可以用常規的辦法 你一定要用 就是要動腦筋 什麼手段都要說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爭取自由 法治民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可以我們按照書生的做法 這個我想再三講 為什麼我和很多年輕人覺得我出位 就是要出位 出位就是朝鮮 對付中共就是要出位 就是要朝鮮 這個沒有辦法的 你如果不是直接敗退 現在已經敗了二十多年了 開始談判到現在 開始中英聯合聲明談判到現在 哪一場仗贏過 哪一場爭論贏過 到現在根本就輸清過 被人抓了 是不是 你還是用那些傳統思維 不行的 是誰人都看到不行的 你說我喜歡暴力嗎 暴力有後果的 大哥 但是沒有辦法 所以說回頭 說回一個題目 現在很明顯 不用我再說了 就是習近平的敵人 就是王岐山 當然是江派 江派裡面包括很多很多 江派裡面包括豬派 豬洪基 但是他們的領軍實在是曾令熊 曾令熊 王岐山都是一枝 但是最高就是曾令熊 曾令熊很低調 很少看到 今次因為真寶寶這件事 就是好像很高調 但是曾令熊本身 他不會讓你看到他做什麼牌 他有什麼牌 他不會 這些就是超客的 有很多部門 你們一定要研究 拿中國政府的所有部門 黨的不同的整個系統 要看一下習近平到底控制 哪幾個部門是他控制 哪幾個部門他不控制 這個就是將來的 不是將來的 將來已經可能發生著了 就是他們怎樣超限的政變 要推翻習近平 對我們來說 老實說習近平真是 天上下跌下來的 普通話 天上下跌下來的那個餅 現在美國碰到拜登這麼親共的 但是幸好有一個習近平在那裡扭打 打到一定的 扭打 就是說打台灣 扭打到一定的程度 拜登怎麼親共都沒得親共 那時候美國人民會站起來一定要保護台灣 那時候一定要出兵 這個就是會發生的 除非習近平可以 譬如三天內 我整天佔領台灣 但是我看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習近平幾天內佔不到台灣 美國的民情一定會逼到美國政府出手的 這個就是時間了 就是看習近平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看就看不到 所以現在你看到美國拼命幫他們 所以如果他打了他可以有一段時間 給美國 給所有他的同盟國 因為都是民主國家 有人民在那裡發聲來支持政府 來打中共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我推估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台灣要堅持到差不多10天左右 給人家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有這麼多國家 這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國家都要有一個適應 因為所有民主國家決定的當然慢的了 他不是靠一個總統總理就決定到的 要人民有一定的輿論 有一定的憤怒 然後就驅動那些議員 和那些總統或者總理 來出手保護台灣 這個過程的 看看習近平有沒有什麼快的辦法 如果他沒有快的辦法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就會全世界對付他了 再說回有什麼超限政變 這個事情你們看到了 這次無緣無故就來一個停電 不是無緣無故的 原本習近平 原本你們知道 在俄羅斯那裡建了兩條大的氣管 天然氣的氣管 就一直建到黑龍江 中國那條氣管差不多兩年前建好了 俄羅斯那兩條氣管去年是視通氣的 視通氣 原本這些天然氣基本上解決了整個 北方的發電 所以沒有煤就沒有問題的 它一直在那裡散煤礦 它原本是指以俄羅斯的天然氣來發電 天然氣發電 乾淨到不得了 但是我就最清楚了 因為我跟俄羅斯打架了 而且我也是在搞兩條管 我兩條管不是東北那邊過來的 我就直接已經穿過文明 蒙古就插下來以連浩特 然後就下北京 我就不搞中國那一部分 我只是搞到蒙古和中國的邊界 兩條大管 同一樣那麼大 那兩條一樣那麼大 它那條出了事了 為什麼呢 那個技術 因為漢節 它那條3、4、4千公里 那些漢節 它那些氣就不是這樣去的 它那些氣是加壓的 不斷加壓 加到什麼大呢? 10個Megapar 一個Par就是一個大氣壓 10個Megapar就是8萬 10個Megapar就是1000萬個大氣壓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1000萬個大氣壓 就是那些管 那些管很大的 在說說一百個 是的 差不多一米多一點的直徑 接著那些管的厚度 那個管的壁 是這麼厚的 那些壁那些 那全部一根一根汗起來 那在汗起來的過程當中 在這樣的嚴寒 凍得不得了的人 你們真的沒有去過凍的地方 蒙古上面是西伯利亞 西伯它那兩條管 就繞過 一直向北 繞過去東北那邊 接著下來下來 黑龍江 你現在在網上看就知道了 叫做什麼 of Siberia 就是你查一下那兩條管 就要管一查一下 又長又冷 那個汗節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個價錢又貴到不得了 就是那個成本 叫做什麼 超預算 也不得了 這兩條管就出了大事了 所以這次呢 習近平就失散漁船 他原本打算關掉煤礦 不用煤來發電 用天然氣來發電 用俄羅斯電話 失散漁船 根本不行 他們俄羅斯內部告訴我 就是普京辦那些人說的 沒有希望 然後收不到的 這些這樣的工程 它看了之後裡面出了什麼事情 收不到的 就是看了兩條管 當然是看了 那條看的事情 如果做得不好 真的沒得收 那它這個好 那個整個 整個起了已經差不多4、5年了 低5年了 那中國呢 給了好像4千億匹金的 預負 所謂預負就是借錢 實際就是中國出錢來的 那現在就不能通氣了 小小氣沒問題了 就是低壓的 譬如十分一的壓力 那就是說十分一的氣量 就是幫不了 而且如果你不夠量的話 你會蝕本的 因為它一路要加壓的 它過了幾公里就要加壓 它的功力還要保持它的溫度 如果結了冰油怎麼辦 它裡面差不多壓到 好像差不多液化那樣的 所以這件事實在 那這些我講的超限政變 這些做事的人 習近平在那裡 那他們那些人知道 這次的停電 不用說了 停電本身呢 我剛才講的理由 但是你給它們一搞 現在搞政變 你就拿它 踩到盡了 這件事大得好 這個影響所有中國的經濟 影響整個中國的經濟 影響民生 停電真的不是說話 尤其是高樓大廈 停電真的沒有命的 是不是 你想想你現在住 我們香港人都是住高樓的 你想想如果沒有電 洗廁所都沒有洗 睡又沒有得來 又沒有電 電梯又沒有 你死了火 全部死了火 你真是趕快要逃亡 離開那個城市才行 整個城市壞了 那些下水道 煤氣 整個城市壞了 整個城市一下子 如果沒有電 這樣停電化 就變成一個廢墟 所以這招 它還有什麼招 很多招 我們沒有想到 因為我們都是傳統思維 只想到傳統政變 從來沒有想到超限政變 我再講一個例子 我上次以前都講過 中國有銀聯的 這個就是他們發明的 就是用了 那時候我告訴你這件事 1992、1993年 我就去到北京 天安門之後我去北京 那時候電子部的部長 就是胡啟立 胡啟立 以前是常委來的 政治局常委 就是趙紫陽時代 他是正常委來的 他是唯一那時候 他們說要趙紫陽下台 他是唯一不肯投票的人 我不知道他反對票還是中下票 總之不是不肯投贊成票 所以鄧小平 那時候要趕趙紫陽下台 胡啟立說 之後他沒有做錯 因為沒有犯罪 他只不過不贊成趕趙紫陽下台 但是他沒有參與過六四 胡啟立就安靜了一段時間 你記得那時候江澤民當權 江澤民以前就是電子部長 就是他還沒給任典做書記之前 就是1964之前 他是電子部長 我見過他很多次 跟他認識過 接著他被鄧小平 恩典做下個書記之後 他就找胡啟立來折 折他的電子部長的任期 胡啟立那時候搞出三個金 那時候互聯網也沒有流行 美國剛剛開始互聯網 三個金 三金計劃 一個就是金卡 金卡 就是你現在銀聯那個金 銀聯就是金卡的一部分 一個叫金橋 所以我美國公司也叫金橋 就是我做的都是打過大網的 三支四支那些叫金橋 還有叫金關 金關是什麼呢 就是所有的中國的海關都聯網 就是說你的貨由這裡有 你就跟著制成了之後 那個關出 它全部聯網就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沒有聯網 如果只是好聯網 如果只是好聯網 這個關入就一定要這個關出 那如果聯網 它拿整個中國的所謂出入口 就控制起來了 那說回來 就是這個金卡 金卡 金卡就是它那時候發明的 現在很多人都要用 就是要去全國的 但是也要去給了 當年也會有什麼 都要去做 你怎麼去做 可能要來做 就是我們有很多美國 這些叫做 要去做 做 你怎麼去做 要做 這些叫做 這個權力不得的 今天如果銀聯停了 一天就習近平立即下台了 整個中國沒有一筆交易 連打得掉 這些就叫做超限政變 我們普通人經常想起這些無謂的東西 又說暗殺這些 這些不通的 暗殺它用什麼來保護自己呢 靠暗殺這些就是老套 一定要我們要想的東西 而且它那幫人有能力 習近平控制的東西是很小的 只是你看看整個船運 海運 完全它沒有控制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海運可以搞到這麼大 那些價錢起得這麼近 完全沒有控制 買煤 習近平怎麼搞煤呢 那些權力在誰手上 在以前的岳岳某 煤的 現在要起煤 開煤的那些煤礦 不然不知道怎麼做人了 那個權力在誰手上的 又不是他手上的 煤礦不是他管的 他覺得這些沒什麼所謂的東西 他一直都沒有去接管的 那現在突然間要起上來怎麼辦 這個就是超限政變 我們要想看怎麼樣 那幫人很不信 你看到現在擺明了 黃岐山 那個任志強又拿走他 董秘書 然後陳鋒 一個一個都跟他拿走了 一個一個都跟他們拿走了 就跟他們說 他知道了 差不多都寫在工場那裡 就是逼你退 他們要反擊的嘛 胡舒諾就反擊了 他們反擊 這些我們聽不到的了 就是他們這幫老鬼 這幫老鬼精到暈了 我們在報紙上好笑的 如果聽得到那個人 已經成功了 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這麼說 黃岐山和曾慶紅 他們已經成功了 逼習近平退 不是退位 就是退後 就是退後 他們在那裡 如果不是 今天你不會看到胡舒諒 那幾個主頭 也不會看到曾保保那幾封信 它已經是成功了 才給你看 這幫老鬼做事很穩固的 不像我這樣說出來 他們不成功 不會說出來的 不會 絕對把握已經成功了 是不會說出來的 所以你看著 有很多超限政變的行動 接下來 尤其是現在到六中全會 再到二十大 但是 很多招數接下來 根本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以我了解 因為我對兩個方面都相當了解的 有兩邊 在國內的地方 我的了解不是 很多不是站在那裡看新聞的 我對他們內部的了解 但是 習近平不是他們對手 你看著 不是他們對手 上次那件什麼文革那件事 都可能是他們搞出來的 搞一堆文革 搞到習近平一定趕快找柳鶴去收回 他們那一堆 你們用的高級紅 高級黑 這些這樣的東西 這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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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思維廠 現在很多東西是被他哄的 這齣電影 大家看清楚 很容易的 就是被他哄的 說他在那裡傳改歷史 但是習近平 因為他人馬不夠 那麼他就說是要做這樣的影片 他不知道這齣電影裡面流動百出 給全世界 給他自己內部 那些人說他傳改歷史 現在罵到肺肺肺的樣子 這些就是消限政變 會很多方面的 很多方面搞到他根本就是顧不到這麼多 顧不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下一天不要了 不要搞了 你根本就不行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共識 一有這樣的共識 他們就玩完了 所以一定要明白 這個我們不要用常規政變 常規權鬥來評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進化到 已經進化到一個超限政變 這個是 他說我發明有所謂的 就是我們知道他內部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看到表面發生 在那裡拍了手掌 不是的 他們在那裡過招 高手 華山輪劍 輪劍在那裡過招 一定要用這樣的思維去想 他就明白很多事情 香港現在可能他擺在一邊 所以現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因為香港太遠了 離開他的所謂權鬥不是這麼嚴重的 還沒有到這一段 所以現在香港的事 你都要看 他不是說每天這樣藉著指揮的 他上面的權鬥 嚴重的問題多了 只是這個停電的問題 那出氣 會引起的事 不是意外的 不是意外的 不要相信這麼多意外的 好吧 今天我想講到這裡 我這幾天都會在西藍市拼命爭取 跟那些人來參加我們兩個演講會 我們一定要 那些人知道蓬佩奧對中共怎麼對 拿中共解釋給觀眾聽 那個和害 中共的和害 讓美國叫醒美國人 叫醒我們香港人 在這裏的香港人 怎麼樣要針對中共 我們的敵人 美國的民主黨的敵人不是共和黨 共和黨的敵人不是民主黨 實際兩個黨的敵人就是中共 美國人民的敵人就是中共 我要叫醒他們 這樣 我鼓勵蓬佩奧叫醒他們 當然我都是 他們很多次邀請我去演講 我都在講 但是我又不是美國人 就是講話沒什麼份量 但是蓬佩奧說話有份量 所以我希望你們明白就是 盡量可以支持 你都不要緊的 你們贊助 多一些年輕人來 現在我們都挺好的 差不多 所有東西去到 按照及到昨晚為止 差不多平均六成左右 所有東西都是六成左右 最後一個星期 很多人都是最後才決定去的 最後這個星期衝刺 差不多可以去到 差不多可以去到七八成 那就不錯了 那其他那些 我盡量是配合 誰贊助 我就同樣 所以你看看下面呢 它現在在下面 下面就是我們那個網站 上面那個二維碼呢 就是誰想贊助 那些呢 你贊助多少 我就跟回你多少 那樣就發大那個能力 這個很重要 這個精神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同行 所有的觀眾 所有參加都要在一種同行的 不會有一天到內部 內部在那裡爭沒有意義的 敵人就是中共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袁巴 你在我走著 你是不是要分享那個啊? 分享那段片子啊? 是啊 對不起 我忘記說了 我們有一段片就是蓬佩奧的邀請來參加的 後面我就解釋一下那個所謂贊助的 你可不可以現在放 行不行? 好啊 啊 Lucy Hello, I'm Mike Palmhale On the 17th of October, I'll be at Cavalry Chapel in San Jose, California Come join me, it'll be a great time We'll talk about how authoritarian regimes deny religious freedom to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and how we, each American, can push back against it 17th of October in Calvary Chapel in San Jose I hope you'll come be with me 各位 剛剛你聽到呢 就像蓬佩奧 美國以前的國務卿呢 就邀請你們 17號 你聽他的演講 這個演講是很重要的 是關於將來他對印太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過去那三年呢 蓬佩奧和他那個 蓬佩奧的戰略家 某春郎 他們呢就是 全世界對中共的看法就改變了 因為中共以前說他代表十四億人 那麽大家都每次說全部中共 十四億人都是壞人來的 那麽所以呢 但是他分成了 共產黨那九千多萬黨員呢 是罪犯的 十四億人呢 就是受他給他壓抑的 壓迫的 那麽呢 這個做得很重要 現在美國政府 奉行的獨外交政策 對中共呢 都是用著他現在做的事 那麽我們希望呢 你們可以多些人來參加 那麽呢 如果你不方便去參加呢 你可以贊助很多年輕的共和黨員 那麽就學生來參加這個 那麽麥蓬佩奧呢 就很希望可以多些年輕人來聽他 因為呢 年輕人是張函 那麽呢 那麽呢 你們呢 自己可以來 如果來不到呢 我希望你贊助其他年輕人來 那麽你贊助多少錢呢 我就對回多少錢 你贊助一百元 我就賺回一百元 就多多都不緊要的 那麽呢 那麽呢 我希望這件事呢 就辦得成功 讓多些人聽他講 而且將來都會 在國際電視那裏 食物新聞那裏都會提起這件事 這個對我們香港人非常之重要 港標是唯一支持香港的 他講了很多次 說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那麽這個就是行動 還有講的東西都是這樣做的 沒有其他 全世界都找不到一個政治家 是這樣做的 那麽多謝各位 就希望你們可以贊助 我們有個link的 你贊助多少 或者你自己來 都是歡迎的 謝謝 各位多謝 今天播到這裏 就希望你們可以推廣多些 我們這兩個活動 多謝你說Lucy 謝謝 好的 我們現在的操作 我們現在操作很成功 好像 是吧 全部搞得好像職業化那樣 是啊 我越學越聰明了 大家都有進步 好 今天就這樣 各位觀眾再見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